大家好 這張是我從玄奘室拿回來的地圖 這張非常的珍貴 之前呢我就有拿一張 但是不想要放在哪裡了 這次去 我又把他帶了一張來 真的很珍貴 他有一個玄奘大師的年表 然後呢在這個地方呢 又有玄奘大師 他整個地圖 從哪裡出發 他這邊是寫長安城出發 然後呢他會到達 秦州 蘭州梁州 然後一路一直前往 一直到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高昌國這邊就是 他的一個轉類點 因為呢他過了五 他必須呢 出關 然後過了五個烽火台 那在烽火台的位置 他很厲害 就是到了第三個以後 他就遲直通到第五個 因為遇到了一個貴人 然後到了高昌國 他又遇到了一個更大的貴人 跟他的情同兄弟 然後呢 也在他離開了這個高昌國以後呢 他得到了車隊 一群人馬跟他一起前往這個印度去取經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們會看到呢 玄奘大師他一路真的是走了非常的遠 然後呢 好不容易千里迢迢的 他就來到了印度這邊 最後一直到達這裡 這個點是哪裡 看一下 三摩達陀國這個地方 那其實在印度他也停留了非常多的地方 取經然後說法 然後呢 最後再返回中國 返回中國的時候 其實他走了另外一條路 那他其實可以有進路回到 返回中國他走另外一條路 他其實可以有進路可以回到長安 可是呢 他還是落到了 落到了高昌國 他其實回去 他其實應該是 有一個願望就是要回去見他之前幫助他的人 可是那個國王他已經離開了 這是落花最難過的一件事情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玄奘大師的這個故事 那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佛教興衰大士忌 這個他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年表 就是從中亞、中國、北、印度 還有南、印度這邊 一路這樣子做出來的年表 從西元 戰國時代開始紀錄 西元475年開始紀錄 西元475年前 BC嗎 開始紀錄 然後一直紀錄到 西元前475年開始紀錄 紀錄到 然後 明帶 明帶 明帶的話 就是在比照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朝代會有不同的一個 從蒙古入境 所以他 其實後面 所以看他就沒有 北宋圓明 清朝後面他就沒有再紀錄了 然後這個是絲綢之路的一個 絲綢之路的一個紀錄 這張非常的珍貴 好 有機會的話 我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裡面的內容 好 掰掰